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上年旺角騷裂 現場兵方馬亂 不過法官就認得出這個技術員有份參與還燒的士 原因竟然是 法官認出彭沙啞燒的士男被判暴動追成 32歲張家倫早前被控暴動和中火 法官禮拜一宣判裁定兩條罪罪成 是旺角騷亂第二宣暴動罪罪成的case 法官說單案爭議的地方 是楊先生是否有在旺角燒過的士呢 那就要靠控方提供多張案發現場的相片 還有楊先生生活相、典工相 和被捕當日即場拍的相片做對比 法官說由現場相片看到 相中人戴帽子看不到髮型而且戴了眼鏡 跟楊先生現在沒有戴眼鏡的形象不同 不過法官細心留意到 楊先生一張大口是有彭沙啞 跟相中人一樣 再看雙眼、下巴和面珠 認定楊先生就是現場燒的士的人 法官有翻看楊先生以前的生活相、建工相 發現他一直有戴深色長方形跨眼鏡 跟案發相一樣 認為有沒有戴眼鏡的樣子都沒有太大分別 又說只要在被捕當日拍的相片上 畫一副眼鏡、遮遮頭髮 就會驚嘆和燒的男是一樣樣 但官都說 沒有恐慌證人去認 放火人就是楊先生 靠官自己看相認人 而警方給的相片 最舊去到06年的都有 官多次拿相來對 再加上庭相 有機會不斷看楊先生才認出 加上楊先生案發之後 即買新的八達通 不再戴眼鏡 電腦桌上沒有電腦 沾仰加起來是奇怪的巧合 楊先生又沒有合理解釋 所以才定他罪成 法官下星期一就會判認 期間楊先生要還押 好,回來四海到了 第三次的現代傳 我是Bally 四海 阿佳佬 阿佳佬 阿佬佬 好,這件事 剛才我們四海 剛剛加入了 我講過我對義士的看法 我又不會修正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些義士都很笨 可能有很多人說 怎麼搞的 讓你們說得出這些話 我們永遠都不能夠放棄他們 因為這群人 你的出發點是怎麼說的 是為了他們心目中的公義 你不要認為這是對的 而是沒有私利的 我想這方面是沒有什麼 大家同意的 他不是為了私利 他為了一些事情 說香港有民主 或者你報復過殺人打人 都不是關他們的事 沒有私利的 那些人去付出 得到現在的待遇 的確是令人惋惜的 但是我最想再說一次 我要再說一次 因為我尤其是看到那些人 很陶醉 那一個 終於有升火燎圓 又革命了 那一個浪漫 我想再說一次 如果 剛才你還沒進來 醒來我問問你 你那一晚 全香港人都知道 那裡會有開槍 會有這樣的 觸發一些衝突 你猜有沒有市民出去 一定有 你覺得有嗎 不是 市民是年輕就會 我的意思是 如果告訴你那一晚 就是這樣 就會來了 十八百萬 你猜他們還有沒有人出去 我們這些 做家長當然是禁魚仔 不要出去 不要說做家長 我就說這些異事 你猜他們會不會出去 老實說 我不敢這樣判斷 我不敢這樣判斷 不是 你真是去想 腳都軟了 當然 永遠打架 是打衝動架 下架到這裡 你同不同意 這一點 即是說你逛逛街 就看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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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著人家 來吧 你還沒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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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 叫你去部署打 Sorry I'm sorry 不是的 我再講現實一點給你聽 梁青林申政他們有沒有同行衝擊 就在原來隔壁的時候 他開槍 大規模之前 有沒有 有一些肢體碰撞 推鐵馬 推銅牌 僅止於此 跟著就爆發了 後來那些東西 後來那些東西 就剛才那些事了 都不關事 其實關本文前什麼事 都不關事 那為什麼那時候 你會包裝到全部人 都其實是夾狂死了梁天琪 嗯 沒有那麼大的頭 不要戴那麼大的帽 是吧 我們也認識天琪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些了 說這個被告沒有戴眼鏡 唉 這樣都認得到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下加拿你講一下 我真的不明白 我的觀點這樣都可以判去罪成 曬銀是今時今日 你說不討討 哪是法官呢 哪是法官呢 哪是高官 總一句都說了 你不是根據香港傳統的法制 大哥 最簡單的東西 移展歸於被告 你又不是 你拿著那個權力去 去雪山道士 你又不是 狗說 以前我們小時候 經常聽最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法庭戲 美告 你這次都很好 我知道 其實 你不要這樣 有可能是你 我覺得也是你的 不過 二點 你什麼 現在二點 歸於你 我就判你無罪 麻煩你好好反省 很多時候找我們來聽這個 其實簡單的說 這也不是氣 是事實 簡單的說 明知道是你鬼鬼叫 證據不夠 證據不夠 或者有一點 疑點 一定是那些被告 現在又不是 你老闆 認真 不是你 現在是連控方 都沒有證人 是啊 這些是嚴重刑事暴動 我真的不明白 你沒有證人可以入到的嗎 不是說大小罪 我們南花系都是 有一個 是嗎 可以 你什麼 在看 霸陽 整部片 全部都是她被警察打 有被 沒有拍到霸陽 是 是動過手 沒有的 反過來就嚇到 就算是 或者上輸 sł juga 我成天要再說恐怖話 如果是想保持著 很明顯 他們不介意 他們不介意 大家要很清楚 這個中共 是不介意用高壓打 雖然你的人權狀況 是不會放越下 但只要應付到現在的局面 國際社會都未對他太大譴責 他就繼續 去換血 起跪樓 慢慢慢慢他也不需要 你們香港人 尤其四海那兩節 就不在 我們在四海那裡挖工的聽眾 他經常強調 大家如果不喜歡台灣的 不要去台灣 不要因為香港而失望 這件事我同意的 去得移民的一定要喜歡台灣 但是我也有另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就是一定要找後路 當然同意一條路 沒有能力的就沒得說 你又中東一天都要想後路 這些叫陶生亡 我告訴你 不是啊 事實上大家看得太清楚 下一次我們說那些樓 你說什麼 現在香港人是沒有出路的 整個藍途 其實這件事我們不是現在講的客家老 是在九十年代中 已經我們聽 九十年代未回歸 甚至乎是九七 已經有人說到時候沒有香港的了 沒有關卡的了 深圳就是那裡 現在是這麼說了很多年 一直我們都在那裡 最少我們都沒有意義 對 我們一直在那裡頂 但是現在是赤裸裸 你好像現在這樣 林鄭月娥 喂 我又做不到班 我們又笑奇奇 又說 中聯辦不幫她 不幫她就當然了 等你自己 搞不好的 到時候 中聯辦正式一插手幫你 你還要說 你這麼多話說 我們不用中央政策 就由你搞 你問不到 現在很清楚 就是 中港一啟 它要香港的名字 我明白 所以我們就趁提外話 一直不想說那麼久 我們始終要說一些感性的東西 首先我們一定要有 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為什麼呢 有一個都不是最新論上 我們一向都這麼說的 現在 那些阿豬阿狗阿謀來香港 就是郭富城的老婆 就是郭富城的老婆 郭富城的老婆 其實郭富城這個故事 也很難賓舟 你想想想 如果他不是郭富城 他只有一個52歲 就是阿伯娶一條大老妹 那他有錢 你知不知道那天 話說 大家都知道 我有個老朋友叫生哥哥 他有一個和他 不要說糾纏 很有曖昧的女生 又來了 又來了 手頭上有一條MV版 那和他曖昧的女生 都快要結婚了 生哥哥當然也祝他愉快 有沒有撿回來才是生哥哥的 沒有 發扶情子扶禮 沒有想你和我認識的 生哥哥是淫賤的 是女人也對的 生哥哥是正人君子 反而我好濕 不過我沒有識心 不是啊 生哥哥一定是講明話 講講到明的 只有聲 沒有 還有 你是不是 那是這樣的 那是我想說甚麼呢 阿生哥哥 跟那個 趕快結婚的女生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 那個女生 竟然跟阿生哥哥說 obil до savo 你覺得 成不成 這麼難玩 在香港都沒有女人 吐 阿生哥哥心想 老母 國富城沒人吐 甚麼是你兩個人 你倆有個小孩 如果國富城還來 你又来,我骷髅我骷髅我骷髅,我骷髅立刻骷髅我 怎么呀嫂子这么疼你,不会呀 郭富成,晴晴,晴晴竟然骷髅,你敢出了大陆妹 你敢出了大战吗 好,天天有这么多这些人来,我们再说这个话 好,你心想大学,医院,大陆医生开始来了 所有入境处,已经是大陆人 或者已经在当年移民学,长大了,在无间道 用一個長時間 小孩子下來 十二歲下來 入左校 接著入政黨 接著上大學 然後入民建聯 接著入政府 這也是共產黨一向以來 無論是在新疆 西藏 不排除 現在也有很多共諜在台灣 不用不排除 是事實 我上個星期去完之後 肯定了 所以老實說 大家首先想不到後路 做一件事 很簡單 就是不要讓郭富城未來老婆的人 拿香港身份證之後 到處去日本 去賣美 去印度 去新德里 去菲律賓 直接跟人說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I come from Hong Kong 那就大想望了 我們多一件事 不要跟別人說 They speak Mandowina We speak Cantonese 人家懂得分 你什麼 Cantonese 和泡通瓜 有一件事唯一證明到的 就是 什麼叫藍花? B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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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買一件藍花衣 Bittish National Overseas 不過是一個O Blanket 大家知道 上個星期 我和林匡正在我們現在正在節目的房間 就擺一張桌子 跟別人做BNO 我要再說一次 那天的四次妹 特別是嘉姐是我的粉絲 其實我跟她有些私信 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是胸胃大致 哇 他真的是一個定身而出的人 哇 坐在我旁邊 躲下桌子 我是一個偶然 我看Lix哥跟她做的事情 我看清楚她是老花 看清楚她才知名 哇 我真的屌你了 沒有在樓梯汗 不是正常 張桌子高了 頭髮流行 話說上個星期 我跟別人做BNO 今天大家都很開心做得到 因為為什麼呢 有一個BNO 起碼 我不要說十幾點 什麼徒生門 不要說純粹一件事 一個身份 日後 我們真的在外國見國 說香港真的 共產黨這麼想了 我們回來接管香港 一插插 想知道香港騎上去 就好像露拔太陽騎兵 那些 那些人回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像大鎖 站在馬頭上 喂 什麼東西 拿去看看 去拿 有沒有BNO 去拿一個不是 去拿一個特區戶 譬如動文 我拿一個特區戶還會動 一腳跳下去 不動文 認得 他認得 有些人不認得 不是 叫你倆 去拿BNO 1997年前出生的 對方 另外那些大鎖 有些 叫你倆 這樣不僅 我想到一個方法 對方大鎖 有沒有看過1979年 網中人 是 阿燦 阿燦 他不是 偷渡的 那時候要抵擂政策 要去到市區才可以當 他女兒不是去到市區 去到郊區 突然看到那些村山甲 即是那些警察 那些村山甲說 喂 在哪裡 阿燦 他回家 回家 回家 那邊 那邊 那便死了 原來泰國突然靈機一觸 他一招就過了關 他無論如何自己在想 就是情燦 他在想 難得一生 好美 情瓜 這樣他看到 香港人 我們到時都可以在這個畫面 吊你老母 吊你飛到怎樣 當然不是 問他 記不記得 吊你老母 在1997年的電影《十萬火鬼》裏面 荃灣大廠 對話放火的那條 是哪一個 吊你老母 沒有問題 那不就是香港人 吊你老母 在《青宮殘夢》裏面 張之國是會演什麼角色 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第一條問題 是臨雪 嗯 第二條問題 是光水 嗯 請唱出鄭國光的其中一首名曲 哇 一定是九七年前 如果你們不想淪落到這樣的 留意著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做BNO 上個星期 我們放了很多藍花系的衣服 任人拿 話明是任人拿 大家知道藍花系嗎 藍花系呢 其實我要說多次 藍花系永遠不會滅的 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無形的組織 我們一直都是散修修到 都不是組織的組織 只不過是我搬寫字樓而已 還有順便在這裡說 這個星期日 我們會去搬鬥 藍花系 就是搬東西 散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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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點幾五點鐘 可以去我們地板 最主要散蕩那裡 我想我們頂擁搬一個小時 不用了 一個小時 不用了 你有兩堆東西 我和你要搬半個小時 不是 那你叫做有部影印機 叫做要搬給鱸魚 那些東西再聽 我想 就是吃個飯 總之不是搬東西 就是吃個飯 散蕩 散蕩 好了 不要說散蕩 記住 星期日 我們到時才說 那天 我們放了很多衣服 任人拿 想不到那些 之前我們掛出來做Display 又下雨又打風那些 黃金 加上黃色 不知道有沒有人穿過 都被人拿了 反而拿了剩下兩件 最後兩件 上官也說不要了 可以很多 就是這兩件 一件中馬 一件大馬 大家看看紅色是多紅 這個不是黑紅 那隻 荔枝紅 荔枝紅 你看 調理龍毛蘭花系 是 不夠 後面 懶字 還有我們那個懶字 是吧 你能不能穿了出去 整個人都精神爽利 我旁邊的屋子 多愚蠢 考七次車牌 考不到 一穿了我們懶回衣服 立即考到車牌 不是開玩笑 真的 好的 我待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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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 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 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拜拜